烏魚裹粉下油鍋炸到外皮酥脆 苗家手是魚最大的特色 它是吃魚不用挑骨頭 接著要開始動手術 先取魚尾背脊 輕輕一撥骨肉分離 另一頭製作貴州菜精華拌料 我們就是讓貴州的風味 更加的凸顯 所以我們今天用的就是 有加入魚腥草的這樣的一個版本 貴州人餐餐都少不了魚腥草切成丁 跟香菜 蔥 醬油以及辣油胡椒攪拌 加入剛剝下來的魚肉 它的這個熱度會把我們這個魚腥草 稍微把它熟成 它的魚腥的味道就不會那麼重了 這道苗家手撕魚 魚皮炸得十分酥脆 搭配魚肉香氣 帶點魚腥草的特殊味道 鹹美滋味 泡著微微香辣口感 吃起來就是皮是脆的 然後裡面的魚是鬆軟的這樣子 然後可以配在飯上是非常的搭 嘗著貴州風味的還有這道 苗寨乾鍋雞 花椒跟鹽跟酒先去醃漬 醃漬過的雞肉鹹過油 跟貴州香料一起快炒 一鍋兩吃 要把乾鍋結合烙鍋 於是把炸過馬鈴薯乾烙在鍋邊 直接把鍋子端上餐桌加熱 不時傳來鼻鼻鼻鼻聲響 光看就令人不斷分泌脫液 結婚假期大日子的時候 有很多貴賓來訪 那他們就是會手舞足道 歡天時地的跳舞 那在廣場上面隨手就取得 這個廣場旁邊的樹枝來去翻炒 不翻炒還好一翻炒 覺得少不了這個動作 因為這個就把這個所謂的這個 樹木它的這個香味 就帶到這個乾鍋裡面去了 用木產木池翻炒乾鍋 香氣瞬間鋪鼻 雞肉軟嫩香辣 如果想吃馬鈴薯 沾點醬料入口 貴州風情如同波浪般 細菌你的心 同時加了多一點的蔬菜在裡面 讓蔬菜跟油 一起來去烹煮的情況底下 它就會把那個蔬菜 那個甘甜的味道 讓那個雞肉 一起來去吸附起來 好久成甕底 還有這道天麻倒焊雞 在特製陶鍋內 先鋪上薑片 枸杞紅棗天麻 以及東蟲夏草花 再放入整支土雞 不夾任何一滴水 直接蓋鍋煮 鍋子上頭還要放上冰塊 用大氣循環道裡 如同變魔術般 裡面的水氣無中生有 像是蒸餾一樣的不斷冒汗 滴在雞與中藥材上 八小時後就成了香濃醇厚的雞湯 可說是低雞精十足 最大的特色是鍋裡面 其實一開始不用放任何一滴水 八個小時之後 湯水會變出來 據說這個鍋是三國時代 這個諸葛亮陣營 俗陣營這邊發明的特色鍋 鍋子還是從貴州帶回來 才能造就美味的倒焊雞 滿滿精華與膠質 完全釋放在湯頭裡 這些料理全都是老闆 葉國縣原封不動 從貴州搬回台灣 大概是將近十九年前 在上海去考察當地餐飲市場的時候 就對這樣的一個 這個菜氣出體驗 讓我非常驚豔 也覺得這樣的一個特色美味 其實在台灣 其實是會讓人家留下深刻印象的 所以那時候跟朋友開玩笑講了說 有機會一定要去貴州 把這個特色的料理帶回來台灣 還沒想到這樣的一個玩笑話 經過六年之後就成真了 葉國縣發現貴州菜迷人之處 十三年前毅然決然從西餐廚師 創業轉做貴州料理 甚至年年都到貴州取經 但當時的市場 並非都能接受酸辣油的口味 當體驗過程當中發現就是 這個味道不見得是它一開始 所期待的味道 那當然就有可能會變成是 來了一次之後就變成拒絕往來戶 當然也有這樣的客人 當然也有客人是 就尋找他的家鄉位 找到之後就黏上了 經過一番努力堅持打響名號 把壓力轉為動力 希望讓更多人能嘗到 他千里迢迢學回來的貴州料理